博一新唱完歌 心情更加低落 他准备采纳潘维宁的建议 主动去面对战男贤 温柔得知朱灵路和温暖 已经冰释前嫌 也感到非常高兴 此时朱灵红故意找茬 扬言要将刘瑞赶走 温柔急忙上前将刘瑞护在身后 还搬出朱灵路当挡箭牌 让朱灵红灰溜溜地离开 博一新独自来到前宇见战男贤 今儿跑过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今天来 是想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 他开门见山地坦白 自己设局陷害温暖 湛南贤并不吃惊 其实他一直在等博一新主动坦白 博一新真诚地说 七年前温暖离开时 湛南贤就一蹶不振 他生怕湛南贤再次受到温暖的伤害 才与杜星彤联手设局 湛南贤决定不继续追究 但希望这是博一新最后一次任性 然而他并不知道 温暖偶然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他见战男贤对博一新如此宽容 心里很是难受 对一新 你就这么发扰吗 晚上 温暖陪战男贤一起去KTV 见卢山集团的陈总 他在回家换衣服时心不在焉 认为自己不过是湛南贤的助理 而博一新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人 温暖盛装出席 一出场就吸引了陈总的注意 他索性故意与陈总推杯换战 湛南贤见温暖和陈总聊得火热 一气之下干脆做了勇安的 任凭陈总对温暖动手动脚 温暖这才慌了神 急忙向湛南贤身边靠拢求救 湛南贤这才帮他解肥 湛南贤点了一首 如果没有你与温暖合唱 歌词催人泪下 两人不约而同的红了眼睛 一曲终了 湛南贤伸手擦拭温暖脸上的泪珠 还明知故问温暖为何流泪 你知道这七年里边 我听了多少篇这首歌 湛南贤难以抑制心中的情感 亲吻了温暖的宠 然而就在这时 博一新打电话来 称自己被人监视了 湛南贤二话不说 就扔下温暖离开 你真的让我走了 我真想 一新才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人 我们之间 真的回不到过去 湛南贤赶到博一新家里 得知有一个疯狂的粉丝 送来玩具熊 并在里面安装了隐形摄像头 湛南贤只好留下来陪伴 注视着博一新入睡 她回忆起七年前温暖不告而别 自己每天醉身梦死 多亏博一新不离不弃 陪她度过消沉的时光 另一边温暖与陈总谈好合同后 独自打车回家 她心中失落 湛南贤打来电话都没有接听 不料 博一新早已吩咐助理 暗中拍摄湛南贤 探视自己的照片 并将照片发到网络上 以求引起轰动 好了 这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锁定腾讯视频 搜索温暖的闲 速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